寺庙之下埋藏着神秘的地宫 地宫之中不仅暗道密布 更是有粗黑的巨蛇盘去守护着 专家涉嫌进入地宫后 被吓得掉头就跑 直呼永久关闭地宫 地宫之中到底存在着什么 洞内为何会有巨蛇遁守 又是什么景象让专家会如此的害怕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龙潭寺地宫之谜 在辽宁省开源市的北部 有一个建造于乾隆年间的寺庙 名字叫做龙潭寺 在这座香火非常旺盛的寺庙中 一直以来就流传着一个匪夷所思的传言 据说在之前翻修古寺的时候 工作人员便在龙潭寺内的水潭之下 发现了三个奇怪的洞穴 因为不知道这三个洞穴到底是谁挖的 所以就传出了龙潭寺的地底下 有宝藏地宫的传言 而且随着传言的越传越广 传到后来 大家都认为地宫里还藏有大量的奇珍异宝 当然 这三个洞穴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洞穴的下面到底是什么景象 谁也不知道 直到最近几年 这则流传已广的传言又重新地掀起了波兰 这就吸引了开源市文物研究院的一位专家的注意 于是这位专家就决定准备好好的把这个流传已久的传说给调查清楚 看一看他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提出 专家带了一支考古队伍 先是在村子里进行了普通的走访调查 而这个时候 知道这个地宫秘密的人早已经年近半百了 不过好在还是有老人记得当年的这件事 于是就给专家讲述了一些当年的秘密 据老人讲述 那是1958年的事情了 当时发现了这几个洞穴之后 碍于技术的落后 所以就没有抽干这个水潭 所以也就没有调查过水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 而且直到今天 这个水潭也并没有干枯过 所以在大家看来 这个水潭确实很神奇 而且据县制上记载 这处水潭从古至今都没有枯竭过 而且还听说这个水潭特别的深 至于有多深 至今也没人知道 于是专家为了调查清楚水潭之下的秘密 便决定对这座水潭进行抽水作业 在抽水之前 专家组织的考古队 宣示对整个水潭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测量 测量之后 发现这个水潭的深度 其实也就在两米深的范围内 而且经过测量显示的结果来看 两处龙潭的面积也并不是很大 所以把水潭里的水给抽干 应该也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这时候 龙潭寺的果如法师 就向专家们说起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 两处水潭各自的水生植物 一个水潭上面长满了荷花 而另一个则是长满了菱角 按道理讲 两个水潭的下面应该是相通的 但是长满荷花的水潭中却从来不见菱角 而菱角池中也从来不见荷花 在生长环境都差不多的条件下 两处相通的水潭却产生了这么明显的区别 那么这龙潭的水下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吧 听完果如法师所讲 专家们便来了兴趣 配龙潭之下一定暗藏玄机 于是就开始了系统的发掘工作 工作人员为了在雨水较少的初冬时节 合理地对水资源进行保护 于是就决定先堵住两个水潭的连接处 将其中一个水潭的水抽到另一个水潭之中 但是随着抽水工作的开始 在一台大功率抽水机和小功率抽水机的同时工作下 在抽了20多个小时之后 水位居然仅仅只下降了40厘米 而且在水位下降了40厘米之后 水位下降的趋势竟然也停止了 反观被注入水的水潭力 也仅仅只高出了30多厘米 这突如其来的现象 搞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脸的疑惑 这时候 专家推测 这两个水潭的下面一定是有问题的 很有可能地宫真的存在 而当年村民所发现的三处洞穴 应该也是真实存在的 就在这时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带给了工作人员新的转机 因为这个龙潭寺在很久之前经历过一次翻修 而且那次的翻修规模十分的庞大 正殿 大殿 通通都进行了修缮 全都是重新挖的地基 也就是在当时挖地基的时候 一位施工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之处 当时的工作人员在挖到大概两米的时候 地下就开始了冒水 这就和刚开始的工作人员对龙潭进行抽水的深度 极为相似 难道说 这中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吗 但是受现实条件的影响 想要把两个水潭的水完全抽干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且如果说岸道的出口在龙潭中 那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毕竟 古代的岸道 大多数都是为了方便转移一些东西而设置的 如果岸道真的被设置在水中 而且龙潭里的水是根本抽不完的 所以要想转移金银珠宝的话 还得从龙潭中出来 这期间肯定会对宝贝造成一定损坏的 所以这岸道的出口肯定另有玄机 这时候一位村民的讲述 使得整件事情似乎又变得通顺了起来 原来 在1992年的时候 这个村民曾经在龙潭寺的地面上 发现过一个一米多高的大洞 当时寺内的僧人都觉得 这应该就是当年翻修寺庙的时候 所留下的排水管道 但是 这位村民却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因为这座龙潭的面积 其实并不算太大 而且水位也并不是特别的深 如果说为了排水 建造个这么大的洞 那肯定是很不划算的 不过说归说 考古队听闻这个消息后 便立刻在这位村民所讲的地方 进行了挖掘 这一挖还真的挖出来了个洞 只见这个洞很窄 要想通过一个人 那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场的考古队员 也产生了怀疑 但就在专家对这个洞 进行观察的时候 旁边的工作人员 却有了新的发现 在旁边挖掘的工作人员 发现这个地方 并不是只有那一处洞穴 他在挖掘的时候 也看到了一个深坑 于是就加快了挖掘速度 果然 一处更深 而且更大的洞被挖了出来 看此情形 专家兴奋地朝洞里面走去 刚进洞口 眼前的景象 让专家惊讶了起来 只见这个洞穴 比想象的还要深邃 竟只走了二十多米 才拐了第一个弯 拐过来之后 又走了十多米 才连接了下一个弯 这种状况足以见得 这个洞穴的规模 确实是十分豪华的 并且 整个洞穴的高度 大概就在一米三左右 宽度也差不多在一米的距离 种种迹象表明 不管是运送任何东西 都是畅通无阻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物件吸引了专家的注意 只见一件类似于 龟壳的东西 出现在了专家的眼前 拿在手里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 这个应该是一个 死在这座洞穴里的水龟 因为时间太长了 就被风干了 当然 在洞里观察的时候 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小物件 也是常有的 但是 让专家记忆犹新的 还是一条大粗蛇 只见在穿过一个洞口 刚刚拐弯的时候 正前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 粗黑粗黑的大黑蛇 只见这条大黑蛇 在这个地方盘踞着 这时候的专家十分的害怕 于是 立刻原路返回 不敢再往里探索了 等到爬出山洞后 他发现 出现黑蛇的地方 离洞口 足足有几十米的距离 并扬言 我可不敢再进去第二次了 在缓过神来镇定之后 考古队的专家发现 这个地方可真不简单 这时候的专家 已经对这个龙潭之谜 有了较为清楚的认知 刚刚他们所探寻的暗道 就是龙潭寺下方的暗道 而且里面并没有被水冲刷 或者泥沙淤积的痕迹 从里面清新的空气来看 这可不是一个排水道 应该就是一处暗道 而且从整座洞穴的建造规格 以及材质上看 它所建造的年代 应该比龙潭寺还要久远 专家推测 应该就是明朝或者清朝初期的时候建造的 而这个暗道的用处 在专家查阅史书后推测 应该和军事有关 据史书里的记载显示 明朝长城的北部 有一个关口叫做镇北关 还有一个军事重镇 威元宝 作为战略要地 他们都处于龙潭寺的附近 而且那时候的战争程度非常的大 每场战争之后 都会出现很多的伤员 所以很有可能 就是为了方便当时转移伤员 便修建了这么一处暗道 而且之所以会选择建在寺庙里 很大一种可能 就是觉得寺庙有着非常崇高的意义 即便是军队 也不会选择在佛门重地进行军事活动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建造暗道 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看似合理的调查结论 却在不久之后又产生了分歧 当这个洞穴被挖掘出来后 陆陆续续的 有村民出于好奇 也进入到了洞穴之中 但是在行至五六十米的时候 却发现了两条岔路 听过亲身考察 一条通往了大殿 另外一条则是水潭 因此对于当时专家的推测 还是产生了怀疑 如果是军事用途 那为什么会通往水潭呢 如果是排水道 那更不可能在大殿中建造出口吧 当然 最神秘的是 当时转角所遇到的大黑蛇 可不止一条 据说有几十条 那这些黑蛇又有着什么来历呢 看来 要想真正揭开龙潭寺地宫的真相 还得再进行更加详细的发掘和研究 当然 目前这座洞穴已经被保护了起来 相信在不久之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成熟 龙潭寺暗道之谜 终将会真相大白的